生活中,很多家庭都会准备一个账本,将每天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记录下来,以便知道毛爷爷红彤彤的脸是怎么变绿的。 而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有这么一个账本,这就是国家预算。 国家预算是指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 这份财政收支计划会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具体安排进行规划。 这一时间段一般为一年,成为预算年度。 我国的预算年度从每年公立的1月1日开始至12月31日结束。 在我国,国家预算的收入来源,包括税收、国有企业经营收益、行政收费收入等。 政府将这些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机构运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防安全等多个方面。 我国的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应的一级预算,主要分为中央、省、市、县、乡五个级别。 其中中央预算由中央各部门的预算组成,而省、市等地方预算则由本级政府各部门预算和下级政府总预算组成。 预算编制完成还需要提交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审查批准并向社会公开。 国家通过编制预算可以掌握一年内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数额,然后根据收入确定支出。 一方面,这能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有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也给政府的各项活动提供了指导和约束,从而使其工作得以高效、有序地进行。 作为对国家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和手段,国家预算反映了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 它不仅让政府可以更好地管理国家经济,也能让普通民众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从中受益。